《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54章 美公子 孔雀变 唐三几乎一眼就看到了这两组人之中的美公子 美公子在其中一组之中 两组都是七个人 但看上去只有他一个是人类 其他的都是妖怪 美公子这一组里面 有两个唐三认识 一个是那曾经威胁过他的小熊 至于另一个 自然就是那名有着一头金发的妖怪族男性 看到美公子 唐三的眼睛就有些挪不开了 今天的他穿着一身浸装 青色的浸装勾勒出他修长的身躯 一头长发在脑后疏拢成马尾变 他站在队伍的最后方 令唐三感到奇异的是美公子的变化 原本他是头黑发 但此时的他 一头长发却是孔雀蓝色 这蓝色非常醒目 长发伴随着他的行动而飘扬 而他手中则握着一柄细件 细件后方有灵毛 这是孔雀蓝 唐三惊讶地看着美公子手中的武器 刹那间 他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电光 他瞬间就想起了关龙江的话 掌控家里成的是一个强大的种群 这个妖怪族曾经在祖庭那边也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只是因为后来族中枝黄死去 没有新黄诞生 种群的实力才有所减弱 即便如此 当代的族长依旧是一代妖王 掌管者这妖怪族的七大主城之一的家里成 孔雀妖族 当代家里成城主 正是孔雀大妖王 从美公子身上的变化就能看出 他的妖神变应该就正是百鸟之王的孔雀 他的血脉传承竟然来自家里成城主一脉 现在 唐三什么都明白了 为什么美公子的母亲能够在家里广场开奶茶店 为什么美公子能够来到家里成第一学院学习 为什么就算是妖怪族也不敢对他这个人类显露恶意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血脉啊 他拥有的竟然是孔雀妖族的血脉传承 而且很显然还不是普通的孔雀妖族 应该是最纯正的孔雀大妖王一脉 因此他才拥有进入家里学院学习的机会吧 啪! 正在唐三心念电传之际 他的后脑勺一通 唐三耳边随之传来毛老的低吼 看什么看 赶快干活 哦! 唐三连声答应 收回目光 通过刚才短暂的观察 唐三就已经发现 美公子的实力不弱 他站在队伍后排 手中孔雀灵每一次挥出的时候 都会有许多细小的孔雀灵射出 远距离攻击 干扰对手 给自己的队友制造机会 当有对手想要对他展开近身攻击的时候 他这边的队友都是全力防御 根本不给对方机会 看上去 他似乎是团队的核心 而他这边的团队之中 那名有着一头金发的妖怪族青年 已经变得十分壮硕 却依旧保持着人形 看上去有点像人类附庸 他一头金色长发散发着夺目的金光 一双手掌变得硕大无比 每一掌拍出 都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 黄金狮子族 这是狮族黄金血脉的直系传承 确实厉害 这名黄金狮子族的青年 至少也有八阶修为 而美公子给唐三的感觉 应该是进入七阶了 真不愧是强大的血脉啊 对战的双方 实力也都在七阶左右 只有双方两个带队的人是八阶 因为只注视了很短的时间 唐三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这些 他已经不能再看了 再看毛老要发飙了 但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美公子 唐三也已经相当满足了 运气呀运气 天狐之眼真是个好东西 美公子自然没有注意到一个扫地小堂 双方的战斗一直都在持续 唐三只有在青扫之余 偶尔瞥上一眼 尽可能地记住这一眼的感觉 观察了几次 他就发现 美公子的腰神变 身体变化并不大 只有头发和眼睛变成了孔雀蓝色 非常漂亮的孔雀蓝色 更为他增添了几分英气和艳丽 这是非常高等的 妖神变才有的特征 如果他传承的 真的是孔雀大妖王的血脉 那么孔雀变应该是第一层级的妖神变 和天狐变是同一个级别的 难怪他能够在妖怪族之中有这样的地位 可以说 美公子是唐三所见过的第一个 在妖怪族之中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类 战斗激烈 唐三只能偶尔观察 所以也只能看到一些双方在战斗过程中的片段 美公子这一对明显实力更强 他射出的孔雀灵似乎是介于实体与能量体之间 威力很大 总能出现在关键的地方 而他这边的黄金狮子族的青年 实力也极强 八阶的强大实力让他承受住了对方团队的大部分攻击 从而给乙方制造更多的制胜机会 双方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 所以这场切磋并并没有进行太长时间 以美公子这一对获胜告终 战斗结束 双方站在起似乎是在讨论着什么 唐三一边快速打扫 一边借着转身的机会瞥上一眼 注意力全都在美公子和那黄金狮子族的家伙身上 他倒是不担心他们之间有什么 毕竟美公子现在的年纪也不允许呀 但他总归不希望看到他和别的男性太接近 尤其是对方看起来还那么出色 从年纪来看 那个黄金狮子族的青年应该跟武兵纪差不多大 却已经是八级实力 而且身为黄金狮子族的一员 其天赋和潜能自然是无庸置疑的 幸好美公子看上去无论对谁都是一副冷冷清清的样子 与其他人明显保持着距离 而他的队友对他也是十分尊重 黄金狮子族青年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刻意地接近美公子 这也算是让唐三松了口气 变强 自己真的要更快地变强才行啊 嫉妒果然是原罪 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 唐三承认 自己嫉妒了 嫉妒到让他想要更快地变强 如果那家伙真的对美公子有想法 自己岂不是连那家伙都打不过 美公子一行人讨论了一会儿 也就离开了 腰战区内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唐三的手脚很麻利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清洁工作 打扫完毕后 他跟随着毛老悄悄离开 返回矮房子 他下午的清扫工作 并不会因为临时增加的任务而取消 下午他继续到主教学楼前的广场清扫 唐三手上在清扫着 脑子里却全都是美公子施展孔雀辨识的风姿 那一抹孔雀蓝色 真的是美极了 他这才十几岁呀 等他成年了 还不知道会多美 能够见到他真好 天狐之眼带来的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回去以后还要找独白继续修炼 争取早一点进入四阶 让自己的运气变得更好 虽然那样会导致身体虚弱 但扫地小唐虚弱一点 怎么了 更何况 他自身有强大的液态精神力 虚弱的程度肯定要比独白青的多 下午的清扫工作是比较轻松的 正当唐三准备收工的时候 他心头微微一颤 下意识地拾起头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恢复了一头黑发的美公子 正快步向外走去 走向学校大门 他要出去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我觉得你常常也有强大的領 Sullivan 开启小铃铛 打业 随时 打的 误会 都 这 正